哈佛自称为国内国产SUV的领导者 在国产SUV领域中地位颇重 但自从2017年开始 长城汽车发展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区 前段时间推出的新款SUV车型 魏盼望能够挽回局面 虽然这款车一开始的前景预估非常好 但是近段时间来也开始销量下滑 还是拯救不了位于平静期的长城 在上一年长城汽车业绩报表中 长城SUV同比下降了52.35% 虽然业绩上有所改观 但销量方面依然不见其色 而在今年截止上半年 哈佛的销量一直下滑 下减了17.55% 魏的销量也在持续下滑 半年累计销量76,574辆 加起来长城上半年总共销售了47,515辆 销售量增长了2.34% 完成了2018年116万的目标将近了五分之四 国产车的市场竞争激烈 如今的长城综合均衡方面还是不够全面 在车型特色方面并不能很好的坚固 导致竞争可谓是力不从心了 国产SUV市场虽然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 但是长城在SUV车力有些不足 长城汽车在今年实现了业绩上的增幅 但是在销量上遇到了瓶颈 却是不得不重视 无奈之下长城也打起了价格牌 从9月1号到10月31号 长城宣布开始哈佛全系列优惠活动 降幅最高高达2.4万 哈佛M6的售价6.6万起 这一次长城为了提高销量 可谓是出了一口老血 随着国产汽车时代的来临 以国产SUV为主横行天下的长城 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产品的特色元素不充分 同种类相似的车型重叠率太高 由于销量不佳 库存车辆也在不断增多 如今面对这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果断开始降价活动刺激销量 趁降价 小马哈佛的车主赶紧吧